Hello大家好,我是保險飾演仔 你的車會不會借給朋友或是親戚開呢? 我的話是不會啦,頂多給老婆開而已 但你知不知道,車子借給朋友開萬一發生事故 即便你的車有保車體險 身為車主的你雖然可以放心 因為車子會由保險公司負責修到好 但是卻可能會發生某個令人尷尬的狀況喔 這個尷尬的狀況是什麼呢? 知道的觀眾可以在下面留言給大家知道喔 今天會來跟大家分享關於這個車體險 你不得不知道的兩個小細節 這兩個小細節,一個關乎到理賠 另一個則是關乎到保費 在影片開始之前先呼籲一下各位觀眾 這是一個專門分享保險、財商知識、車禍調解的專門頻道 如果你不想錯過免費學習的機會 你可以考慮關注這個頻道 並且幫我按讚還有打開小當通知喔 基本上車體險不論是加以比試 都可以附加一個不起眼的條款 這個條款就是免追償條款 那全民稱作車體損失保險許可使用免追償附加條款 那為什麼要加這個條款呢? 其實還是要回到影片開頭所提的那個問題 你的車會不會經常借給朋友開呢? 借給朋友開有什麼問題? 當然有 因為車體險的條款只認定四血三陰的親屬 也就是說如果你的車沒有加免追償條款 借給了在四血三陰範圍內的親屬使用 不小心發生事故了 那麼車體險啟動理賠保險公司會完全認賠 不會對親屬另行追償 但如果你的車體險是在沒有附加免追償的狀態下 借給朋友開或者是最親密的另一半男女朋友 不小心撞壞 向保險公司提出理賠的申請 保險公司一看 欸這人不是你的親屬啊 不在被保險人的範圍之內 那麼保險公司一樣會先對車輛進行維修理賠 然後一樣會對造勢者也就是對造進行代位求償 然後也會同時對非被保險人的朋友或是男女朋友進行代位求償 就變成是自己人也出了一部分的錢來修了這樣 要是搞成這樣不就可能導致友情出現獵人了嗎? 當然借人家的車來開賺壞了想不付一毛錢就全身而退 也是說不過去啦 但畢竟是自己人嘛讓保險公司去跟自己人要錢還是不太好的嘛 這邊強調一下男女朋友也是一樣的喔 都不屬於四血三陰中的親屬關係 所以即便是小兩口一起出錢保的車體險 也可能要面臨被保險公司反過來代位求償的狀況喔 所以呢這邊大家就可以思考一下 如果你就人很好 朋友跟你借車你都借了 或是你跟你的男女朋友還沒打算結婚 但是車子幾乎是兩個人都會開到的 就真的要考慮加一下這個免追償條款 畢竟借車給外人對保險公司來說 就是增加風險的一件事情 所以如果你的用車狀態是如同我剛剛所說的那樣 那麼一年多花一點保費 附加免追償條款 這樣才能讓車體險徹底發揮功用 以免自己人被追償就很尷尬嘛 OK那剛剛說的呢就是車體險的小細節之一 這是關乎到理賠的部分 那接下來呢就是跟各位說說小細節之二 關乎到保費的部分了 剛剛說免追償是因為你常將車借給親屬以外的人 等同於擴大保險公司的風險 而保險公司也明文規定 親屬之外的駕駛人導致損失都會進行追償嘛 如果不想被追償就是加保免追償就沒這個問題了嘛 那現在要說的是 如果我們主動縮小風險呢 也就是約定駕駛 會開這台車的人就只有兩個而已 車子很多人會開 風險相對來說就大嘛 但如果使用人減少了 那對保險公司來講風險就變小了 因為越多人開代表車子被使用的機會就會變大 常被使用的車出事故的機率相對來說就跟著變高 越少人開被使用的機會就變小吧 越少被使用 相對來說出事的機率就跟著變低 用這樣的邏輯去思考 你應該不難理解 如果有跟保險公司約定駕駛的話 可以得到的好處是什麼了吧 風險大多收錢 風險小就少收錢啊 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樣車子不外借的 頂多跟配偶一起使用車輛的話 你就可以考慮 額外附加約定駕駛 當然不限定於老公老婆啦 也可能是老爸跟兒子 目前基本上約定駕駛就是兩個人而已 那附加約定駕駛之後呢 你的車提險就能得到九折的保費優惠囉 曾經有到六折過 但是被金管會抓包 被要求只能九折了啦 所以如果你符合這樣的用車狀況 不是就可以幫自己省保費了嗎 如果你的車價高 一年省下來的錢就有感了 但是這邊也得提醒 免追償與約定駕駛這兩項附加條款是互相衝突的 所以是無法同時附加的喔 而且如果你有附加約定駕駛 還記得我剛剛說的嗎 車提險的原始條款是將車主的 嗜血三陰範圍內的親屬都納入保障 但如果你附加了約定駕駛 等於將被保險人的範圍縮小 也就是說你附加了約定駕駛之後 比如說你約定你跟你老婆兩個人 結果你把車借給你老爸開 又不巧發生車禍 這時老爸就不在被保險人的範圍裡 你老爸就要面臨被保險公司代位求償的窘境囉 所以要不要附加約定駕駛來省保費 也得好好斟酌啊 好啦今天關於車提險的兩個小細節 就分享到這邊啦 如果你還有其他的保險相關 或是車禍的問題 都歡迎點擊資訊欄 或主義裡的連結 裡面有我的LINE可以加 歡迎找我資訊喔 我是保險事件 再來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